台湾遇上大旱限水 也出现现市抢水争议 桃园市长郑文才抛出 位于桃园的石门水库 未来只供桃园用水 但引发新北市的反对 我们如何减少民众的困扰 跟痛苦到最低 那另外当然翡翠水跟石门水 将来一定要能够互通 但是有一些因为受限于早期 或者是地理环境的一个 特殊部件的一个管线 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比如说领口台地是一体的 那不管它是桃园的桂山乡 或新北市的领口区 现在叫桃园市的桂山区 它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它必须由大门水厂来供应 水情吃紧 桃园市长郑文才日前表示 桃园耗水量大 石门水库还在供应 新北部分地区用水 希望经济部照顾桃园用水问题 而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 哭汗仍会延续 再次 谢谢观看